英文基础文法 今天我们来学用how问年龄 还有回答 好,我们来看一下用how问年龄的疑问句型 第一个我们就要学会用how old how old就是来问年龄的一个基本句型 后面要加逼动词,还要加主词 我们来看how old 我们已经讲过,所以要问年龄了 问年龄,我们来看下面的范例 基本范例 第一个how old are you,how old are they,how old are your sisters 这些you可以当第二人称,也可以当什么复数型 they是复数型,your sisters,s也是复数型的主词 所以我们的逼动词要配合are 所以要学会how are they,对不对 或者是how old are they,这边对不对 how are they就是他们好吗,对不对 how old,多一个old就是变问年龄的 我们再强调一次 第二个我们来看单数型 用is的是谁 is后面要配合单数的主词 像marry she,he your brother 我们来念一下,how old is your,how old is mary how old is she,how old is he,how old is your brother your brother,你的兄弟 代名词的他,女生的他是she,男生的他是he marry是指谁,marly,marly是指女生 所以你回答的时候要回答什么 she is 5 years old 或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看后面回答的范例 今天这边就是我们看一下基本的问句型 就是用how old 好,我们来看回答要怎么回答 回答的时候就用主词 刚刚问什么主词,你就配合主词来回答 B动词呢,再加上数字,年龄的数字 years old就是几岁 这个years old就是几岁 好,来我们看一下基本的范例 I am 15 years old 我15岁了 I am 15 years old 第二个,you are,对不对 10 years old we are 20 years old they are 40 years old 40 years old 就是他们是10了,我们20,你10岁 这样子 我们看单数型的时候 你看刚刚配合单数型 我用单数的主词来回答 he is 11 years old years old还是要配合复数的 这个只要是大于2以上 都要用复数的years old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句型 she is one one是单数 one是一个 这边的year old one year old 不要加s 这边不可以加s she is one year old 这是用回答年龄的时候 很简单 主词加B动词 再加上年龄的数字 再加上years old 几岁 years old就是几岁 或者是一岁的时候就year old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年龄回答的时候是可以省略后面years old 或者year old i am four i am four 就是我四岁了 you are twelve 你十二岁了 we are fifty 五十岁了我们 they are eight 他们八岁 years old 都不 不讲出来了 she is one 对不对 我们先念下面 she is one he is seventeen 他十七岁了 she is one 他一岁 这样你知道years old可以省略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 我们看 再看下面那一个有关year old year old 这边可以当数字用 就是什么 dash把它连起来的时候 注意到 这整个是表示形容词 后面要加一个名词哦 这时候是表示形容词用 好 那问几岁大的意思 问几岁大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词加逼动词 我们已经学太多次了 我们就直接来念哈 you are twelve years old young man 看到这边有没有 用这一个 形容词 再加上形容词 对不对 young man 形容这个是名词man 你是 你已经是啊十二岁大的年轻人了 young man 这边就是年轻人 第二个句子呢 we are fifty fifty year old ladies we are fifty year old ladies 注意到看到没有 这边都是当什么 当做形容词来用修饰lady 再来 they are eight year old boys they are eight year old boys 看到没有 这边有一个s都不加哦 虽然这前面的数字是负数型 但是呢 都不加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个 倒数两个 he is seventeen year old boy 他十七岁 他是十七岁的男孩 she is seven year old girl 好 就是他是七岁大的女孩 他是十七岁大的男孩 他们是八岁大的男孩们 我们是五十岁大的女士 所以就可以知道 这边是表示几岁大 这样这样清楚 年龄的回答 还有如何去问 问比较简单 就问how old 回答呢有 有两三种回答方式 希望大家 会学习到这一刻重点 好希望大家 以后继续能够给我们捧场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